晚上4 am 早上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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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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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我今天也是和你聊一聊 老笔那个永生的521这样子 这根笔说实话真的是被图片骗了 我当时以为是买那个金色是跟那个就是说很很像欧洲名画那种金 结果不是这个是这种香槟有点香槟 但是又不到香槟那么高级那种香槟金 很电镀的这种金色 然后就很失望 然后上面还有个钻石最讨厌这种的 就是这样就是高级又不到很高级这样子 哎呦这个又粉车的买了一个永生521 好像是521回去再查一查 反正视频我发的时候肯定那个数字是对的 哇很淡不太好吧 哎好像 哎好像进不去还是怎么了 哎这样可以 然后但是 但这样子只要我我正着这样子进 好像正着这样 嗯可以但反过来的话 好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 啊也可以但是这个卡骨真的很紧 哈哈嗯然后上面有颗钻石 然后一样然后就而且看到吗 等一下再来一遍 对不是很紧 这又所以说这根3007后 G3007后这个又是一根翻车的笔 呃不太建议买这样子库存的 库存笔我本来是不排斥的 但是嗯好歹也知道长江的那种质量吗 对吧 嗯嗯 呃可能长江只有一个没翻过车吗 毕竟然后长度来讲这个的话是这样子 14.3 14.3左右的一个尺寸 反正粗细的话跟平常的中古比是差不多了 呃呃呃不粗不细这样子 其实细反正差不多其实这种已经算比较细了 无垠这种呃当然有更细了 那这个拿出来的话反正就是呃反正就这根也是一样比一个很重 好像反正可能当时的工艺控制上面没法用说 那个材料控制的这么这么呃就这么精准吗 对吧 然后这个肯定也是统一的国产那种新墨器吗 但是呃就不知道这个肩他有多弹或树线感受怎么样 这个我还要试一下呃 然后上面这个就是反正就就这种嗯很劣质的感觉 这种就当早期工艺我觉得这些可以理解的 然后再上来的话就是嗯 lucky上面写是幸福吗 是意思是幸运 然后幸福干比是哪一个的是金豪的还是什么啊 反正我想不起来 然后两边的一个金色的那个印反正就正常吧 这些但这个石头就我觉得有点太多了一根笔呃 如果先放这个距距离给你看可能还是比较ok的 但是像我这种离远看就不咋样 说实话就真真真实在的评测 嗯然后笔我先上一下墨吧 反正就少上上一些小小的啊 一样然后我插一下墨这样 差不多上一下就好了啊 我反正也不会上太多 我这样子呃 因为反正还是那句我惯用的笔还是那些 我先拿下纸等我一下啊 呃这个纸的话反正就是 哎 好 好 好我们开始 这样子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评测 因为那个这根笔你说上面要聊的就一些金色这些螺旋 就是说这种保持纹 但我觉得能说的其实不多 你说他这个金色其实你看两个两个金色不太一样 我觉得不胜毒这根笔 嫩毒不胜毒啊 先写一下吧 永生啊得永生啊得永生得永生 来来一下来一下 嗯 嗯 但书记感受还是ok 哎 不好意思哎 不知道哎 对焦一下哎 可以 啊521对吧 嗯 嗯 然后就写一下啊 有点断目了 被你们看到了 然后我试一下 看一下 咦 有点粗啊 然后这个的话我试一下 但不会谈的很夸张的 不会像那种中国欧中国欧比产 就是说这样压的时候弯的那么夸张 但书写我觉得还ok 比起之前那些还行吧 但是肯定就比起反而 比起弹比的那个书写感受还要好 说实话 因为他有点阻力感 这种可能我喜欢有点还是有点阻力感 因为个人感受这个书写 但是反而我觉得这样子你一样可以试 因为我的那个不是不是标准的 你用习惯的那个笔跟我习惯用的笔也不一样 对吧 嗯 然后就他阻力感还是比较 还是有 然后这根 对就明显就是说他那个刚刚 永生的这根更实在一点 而且就是说 呃怎么讲呢 就是还是有点就是说那个打磨的 就是滑跟阻力感那个 那个粗糙度好像没有掌握好 还是没有掌握 就是还没有把把握拿捏得非常准 可能老笔 国产笔好像很多早就早期的特别早期那种都有这个情况 就是说 粗糙就是说阻力感和顺滑度 这两个本来就是说要有一定的一个平衡点 但他好像滑还有那个顺滑度 就滑还有那个阻力感 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平衡整根笔 但写上去其实 你这样要出风也是可以的 基本上没有问题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反正就这根笔呃怎么讲 外观上面我就算了吧 真的不是很多很吸引人这样子 但是呃怎么讲呢 呃你说翻这次翻车的话是外观上面翻车 因为是不是我要的那种颜色 也不是我要的外观 你们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就是说521不是给我这个金色 然后现在却是这个金色 反正有点小不开心 但是书写感受还是ok的 没有什么特别 那个就说呃而且真的很难很难盖这个 就做这个问题其他的还ok 呃没什么大问题 那一个好 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下面留言给我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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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